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29日 这是今天第三场读报点评节目 传腐败继续讲 习近平手里的戾气 就通过国家监察委中纪委抓人 吓唬政敌 也是为了以后的生存 电小二门害怕 他们想象是一党执政永远延续下去 坏了人他们就要倒霉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中纪委的网站 今天打开看了一下 充分证明了本人分析的 就发生了金钻政变 余政生在后面推动的 怎么看出来了 生态环保部 原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 谭庆睿 这一看就是李克强先生 对吧 国务院系统吧 你再看下一题 乌北省武汉市政协原副主席 陈谢新 对说 你看 这不针对汪洋和余政生吗 一点都没错 我跟你讲 因为政协是个圈子 随上随下肯定都是条条领导 比如说你是湖北省武汉市政协主席 你肯定得走动了 说不定以前在湖北的时候 余政生是书记了就走动 就认识了 说不定那个时候不认识 但是和他的嫡系认识 秘书认识 然后你到了北京当德官了 自然而然到北京去送礼 经常走动走走来看看老领导 是吧 动不动打电话 我是这个武汉市的某某领导 后来给提报个官 当政协副主席 对吧 你看大连通报三起 行政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 大连抓的太多了 抓不过来了 怎么办 开始搞批发了 说一抓就一批 打个包 是不是啊 什么行政主义 官僚主义都出来了 你怎么在厦门福建抓 怎么在你习近平老厂抓 这都打击正敌 不计打开看了 我们大连的当官倒霉 就跟着李克强混着 人现在都抓一大批 抓了好几拨了 不客气来这一步 进去了一批 对吧 那个这个 还有那个辽宁省 原先那个 这个省委书记 是在江苏来的 是吧 那个也是一个官员 也抓了一批 现在就是文士镇的人 也抓了一批 你看 现在主要盯住李克强 那么这个就汪敏 刚一时想不想就汪敏 汪敏不是 这个 据说是在这个政协会上 然后在这个会议上 发牢骚 喝点酒 就批评西义坪 先传到西义坪耳朵里了 西义坪大农抓 把他汪敏抓了 汪敏重用这个曹爱华 曹爱华也巴上了 这个林几华的太太 这个古丽萍 闺蜜 是吧 经常被到北京去 或者把这古丽萍 请到大连来玩 女人玩不就是为了 就是买点衣服 整个化妆品 是吧 有的还找到小 小二爷 不是小三 叫二爷 就这一套吧 就是这也抓进去了 只见曹爱华没谈多少 他才干了三年 大连是副市长 常务副市长 小泽都打击政敌 还有安徽省 涂州市 政协元 主席汪建宗 你看 这不就是汪洋的仙儿 和于郑生的仙儿 让我一点都没错 我的判断百分之百 我就跟你讲 你再看下个四川德阳市 党组成员 副市长 陈天豪 这刘七宝的人 现在打击刘七宝也非常厉害 因为刘七宝是改革开放领军人 他是万里的秘书 要吃米找万里 还有辽宁沈阳市 原副市级干 沙坡头 抓了 这一看打击李克强的人 李克强的秘书 这个曾伟也抓了 说 那个家伙挺牛的 过去是大连是 那个共情团清联的 当瓦房店市委书记 说挺牛的 我记得清楚 你问问他 我不多讲了 这个 这么讲吧 当年反正李克强这个人 这么点 还是比较受联的 还是老实人 在写的话 是个书生 就他这些秘书 有很多人都张牙舞爪 已经靠着李克强的心上 牛都不得了 是吧 因为那时候 我在新华社大连知识工作 那个李小林 就是身边就有一批哥们 都是这个共情团的 是吧 李小林 文章写得不错 他是那个大众的 众星机械厂的报道员 这个新华社的那个大连知识 来那个社长 就王启兴喜欢的 王启兴这个线 他就教学共情团的干 那时候就见过 这个就是 这个活跃的 一些当年到北京去 跑关系的 把共情团系统 跑关系的人 是吧 说你说周强 八音潮鲁 八音潮鲁 这个就这些 沈月月 刘彦东 就在胡温那个时代 那可厉害的 是吧 所以有些人 你看当时 他还没当大众 他在基层干 当共情团的领导的时候 因为共情团这个体系 很庞大 全省都有 大连也有 那里边分各种部 什么青联部 什么干部部 这个部宣传部 那些我全认识的 那些小的人 一旦到北京 比如说挂上 某一个领导的 李克强了 这部周强 所以就 回来以后就不一样 走道姿势都不一样 后台硬 就没想到有今天 你八岁都有可能倒台 我就跟你讲吧 千万千万别八一个人 唯一的什么好的办法是 君子群而不党 既不如党 咱不当官 你看咱出来以后 什么这个派 派这个党 那个党 连民运 你再啥也不参加 将来中国民主化以后 我就回到大连钓鱼了 玩一玩 我不参政啊 你可不要以为 我办这个节目 是为了当官 是不是 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想 是吧 我只是看这些人 觉得滑稽可笑 你说人生那么可贵 你好好地享受生活 瞎餐和啥 有啥用 你整天忙活的 还想改变世界 世界只能改变你 顺天敬人 叫顺天爱人才是真 平平淡淡才是真 是不是啊 我这不小心 就让不少人知道了 这个是 对我来讲 不是我人生理想 我是希望我默默 谁都不认识我 然后我蹲在道边上 摆个小摊 是吧 卖点什么 刮枣 刮枣 唐梨 是吧 还有摆个小孤独也行啊 多好 维持个生活 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 对不对 我要跟你们讲 就这些当官的 只要进去以后就完蛋了 因为当官和那个 这个社会老大不一样 老大进去又都 跟什么弟兄照顾 他们就完了 为什么呢 人特势利 一看当官 个个都霸金 一看倒霉啊 都离你而去啊 形同路人 我见的太多了 你看这当官在里边 我见过那个辽宁省 一位经贸厅副厅长 那个就和我挺熟的 他英语挺好的 那个人挺有意思的 不是副厅长 可就是厅长 他英语挺好的 你想谁都 谁都不愿理他 为什么呢 他本身有点 病当个厅长 有点稳周周的 天天还劳动啊 从我身边走过去 我在监督港 坐港啊 这所有的人进出都经我同意 当然我从来不管 我不惹事 我对于人特别好 那个厅长不就是什么 一看警察没在身边 马上 老江 我有个讲话稿 写的特好 英文的 我一看厉害 我怎么就会英文 不知道 我过去是经贸厅的 领导 我现在想起来 他们告诉我 我就是你呀 长得跟 买脸作文的 五十多岁了 快六十岁了 完了 还判十三年 职务什么 职务群战 贪污什么 完了 马上给我看 就是他怎么 他是以前呢 在经贸厅演讲的时候 就老外来的时候 他用英文演讲 他自己打一个稿 完了告诉我 你帮我看看 我说好 因为他找不到 共同语言的人 只有我能 因为我 头语不行 我看没有问题 你毕竟学毕业的 完了 我看完以后 正准备 他再给我读一读 演讲演讲 警察来了 干嘛 瞎的 我给人家给藏起来了 被人家出事 我看了稿 那稿就是例行公司 就是看那个 外宾来了 女士们先生们 冠冕堂皇的东西 一般话吧 但在南国领监狱 像写到那个水平 人都不一般的人 你就想 他英文后语挺好的 你还给我教过一段 教我那么几天英文 这以后 我给你们讲的经历 挺有意思的 今天不是讲我 我不需要再讲了 我都觉得 盛名字下 其实难服 这很惭愧 是不是 我要跟你讲 就观察这当官的 落地疯狂无能及 这是当官的 你再看 习近平政权 现在开始 办什么东西了 我告诉你们 今天非常大的动作 疯狂往另一条消息 假真人 涉黑 主犯 货无器 民姓右肩 民姓右肩 十四人 收副司长 为弟子当众 接受贵败 你看大新闻吧 吉林省高等法院 就魏刚等人 犯组织 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抢劫罪 枪奸罪 做了一审判决 博回 做出二审裁决 就是二审吧 中国的法院 是两审送人之 一审是四一级 二审是省一级 就完事了 咱们有地方申诉了 在申诉里不理你 那么维持原判 案子详细我就不讲了 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要以为这是一个打击黑社会的案件 你们就错了 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什么信号呢 两个原因 一个是打击政敌 你看他为什么选吉林省 巴音朝鲁的大本营 巴音朝鲁是共情团态 当然他有一段时间和习近平的合作 据说把习近平红的还行 就是巴音朝鲁 但主要还有孙政策 是不是 你看他开始抓他们 就是说保护下的所谓黑社会 其实不是黑社会 就是民营企业家 什么黑社会 这是一个信号 通过这个事抓这些人 他们让他们检举揭发 就是政敌 第二什么呢 花了钱没有钱了 因为什么呢 中国只有一个一个罪啊 就是涉黑罪 可以没收财产 其他都很难啊 你啊 包括贪官 有的时候你 他属于个人分配的房子 你都不能动 对吧 你只能收他的非法所得 只有黑社会这个 他可以 黑社会条件讲得很清楚 可以没收财产啊 他就把这些 因为现在国家国库空了 习近平把钱都转到非洲去了 是吧 180多亿 非洲发展基金 都不给他家自己留的盘缠 是不是啊 你看我讲那个时候 那个 这个湖南一日三大事 你看那个点击 六七万人看 就咱这个视频也不会 也没有剪辑 也没有这个字幕 字幕其实很简单 都自动一天就出来了 只不过错别字 都啊 我昨天看了一看 以后会给劲的啊 说太浪费时间了 弄完以后还得往回看 咱这个节目是什么 短平快西门性 抢债心急 咱不求什么一个什么几十万赚很多钱 够花就行了 是不是啊 咱说心里话 我老江这个人就最大特点 就是钱够花就可以了 你看我这个车破了 你都不知道 上面油漆掉了以后 我没我没跑起啊 因为太贵了 那一千多块 我就买油漆摸一摸 像补丁的时候 你饭子看 我的车都知道 我要告诉你 这个涉及案目的什么 李强的口袋没钱了 他以这个名义啊 打击掠夺民营企业财产开始了 他随便给你加罪名 为什么 我跟你讲啊 几乎所有的老板 全呢 养一些就是社会人 怎么叫社会人 就从监狱释放了 释放也没什么路啊 所以他一出来以后 这次监狱出来的人呢 你发现每一个城市都这样 都形成什么黑社会势力 所谓黑社会什么 就从监狱里面几进几出 他没有按照国家法律规定 是你改造完了 就是社会主义新人 你要给人家安排工作 你就像正常人都没有 正常人都没有工作 大学生都没有工作 他能给你监狱释放的人 给你安排工作 对吧 自己个早工作 早工作 你从监狱释放的 两手空空 名声很臭 又有劣迹 又有前科 排除所就给你列成了 维稳对象 叫 变远化 社会变远化 这种人我见得好多呀 太多了 我2006年释放了 06年的三个月以后 我逛天津街 就看到咱监狱三个 那个就是小六子 三个人就在那个 脖上挂大紧链子 在街上 就那个田津街 那个商业街上 在那晃了三个人 我一看全是我的狱友 六子 你也出来了 哎呀大哥 你听说你现在回报社了 我说哪能回报社 都开除了个屁呢 还报社 啥一面有和你一样啊 哎呀 大哥 你知一声吧 是吧 不是你干什么 哎呀咱能干什么 大哥 干正 这个这个袖 这个衣服 往上一露我 这个这里面别把 别把刀 增亮增亮 这个刀那么长 我就明白 他干嘛 参场 他又开始收 收保护费了 就这个天津街 那个时候 2006年 我释放了 好像生意还可以啊 就店铺还挺多的 生意都挺好 卖服装的 干这个生意 那个生意 他就他就在那一段 就晃的 他三个人啊 全是难关里面 那三个人没有 我不认识 全就我叫大哥 我跟你讲 我现在和大连的黑社会 都没有不认识 我就跟你讲 全是难关里面 这一出来 这叫什么 黑社会 我哪 不是整个黑社会啊 我太了解他们了 他就说 我说你 他就他 他入狱那时候 就已经四次进去 就四进四处 每次都是短刑 甚至有的是 局役就几个月 有的是三年两年 完了我就说 二六了 你这怎么又鞭上刀了 你这出事咋办 你说 哎呀大哥 你说咱们这能干啥 咱现在就是边缘人 就是不是黑社会 是社会 挺有意思 他挺有意思 三十两岁啊 有啥事 欺负你够啊 我干 你害怕我干 我说没有事 没有人欺负我 那我哪敢告他 我要告他 他不去整人家 这种事怎么办 我还想出国 那时候 要的别倒 那几个全有武器 我就讲全是倒 他为什么 他就在挨家 后期收保护费 怎么叫保护费 就债权债务 比如说每一个企业 不是有潜在的吧 你比如说卖服装 有的器人买了一百业服装 才给了定金 还有五万块钱 没要回来 他就给你要这 他怎么要 搬一扇跟交易家敲门 敲门完了 没事 找你家来看看 让你看到他 这个要的别的菜刀 你就得给他钱 对吧 他就干这个 保护费 他这个抓这个人 我要告诉你 什么意思呢 就中国一些文艺钱了 不是吧 他以抓黑社会的民意 开始掠夺民营 企业财产 因为什么呢 所有这民意企业老板 他为了自己的生存 由于法治不健全 他不相信美国 加拿大是靠法院 这你是哪里高 你随当官 谁说了算 你拨起来 去了就养黑社会 那黑社会 那个 那个虎报 都不枪毙了吗 虎报是在监狱 服刑期间 又杀了个人 我就告诉你 真的 他的原名叫 周贤为 你被查的档案 都判死刑了 所有的当官 你到底都认知 首先你要去 认识两种人 你要哄两种人 第一个是老干 他把老干 写信给周军委告 是吧 老干 第二是那种黑社会 就当地的名人 就从监狱 释放的那些老大 育老大 都值得去找他了 你问 王三 我知道你 我这次上去 陪我当县北书记 我也别惹你 也别惹我 再讲清楚 我就干四个年 我就为了嘟嘟起 你看着办 说大哥 你放心吧 有你这句话 这里所有的事 我都给扫平 每个地方都是这样 中国的基层政权 是严重的黑社会 我就跟你讲吧 就大连现在 还是四个黑社会 老大 还是这几个人 就是南瓜领监狱 那些人 大哥强病了 还有老二 老三 老四 还在混 他不混咋办 他没有别的路可走 这就是法治的问题 就其实 他放了以后 你就不要维稳了 对他 应该对的所有公民一样 会有他自由 给他权利 帮助他发展 对吧 善待他 他不是 你出来以后 就打击镇压 对吧 他不光镇压 异人是 他对这些人也镇压 因为这些人 有影响力 有小圈子 所以他这个 吉林省 他明显就这么 他打击政治 然后把这些人都挖出来 应该这里 以前是和尚 寺庙 因为每个段 都有寺庙 你像那个 银城子不对 我那个叫什么寺 那个寺不就是 大连的几个 民营企业家赞助的 是不是 王建林也赞助了 你看那个叫什么寺 我现在记忆力不好 就是那个 王建林还赞助 那个就是 那个银城的 那个寺庙 就各地都有寺庙 寺庙都是 民营企业家赞助的 对吧 你不赞助也不行 他就拉赞助 对吧 保护寺庙那些人 里面那些人 也都是社会人 从监狱释放 他上哪去 他就肯定是 套一个老大 是不是 你看那个 大连瓦房店 瓦房店 那不就是 大连瓦房店 最有名的 就是社会上 那边 就是 就是企业家 就是有钱 叫瓦力 瓦力不就是 够朋友吗 一般从监狱释放 你只要找到他 他就给你 给你点赞助 不然是 民营企业家老板 全都这样 为什么 一个是 他本身就是 比较善良 对不对 因为他善良 这个今天 爱帮助别人 你看 小六从监狱释放了 说大哥 我 你出来了 出来 兄弟 别上火 出来好好 改造好了吧 人家的民营企业家 可不能说 你去对抗社会 什么反共产党 人不会难讲 人都会讲话 怎么样 出来一会儿 好好干 这别惹事了 留块钱 去给他拿两个 两个就两万 啪呢 啪给你 小六 拿着 找个工作 再被惹事了 你惹事给父母都带 都是麻烦 还没见过 小六的 眼泪都流出来了 是吧 感恩带德 所有的企业家都不这样 大老板都这样 都养这些人 就要养士 古代叫养士 再就民营企业家 就养两种人 一个是监狱释放 就是 这是属于 不是枪林待遇 没有战争 这是绝对是 磨爬滚打的 这是我们讲义气 敢作敢为 一旦你有了事 他帮你忙 这是一种 另一种人是什么 有文化的 他喜欢听什么 这些历史啊 科技啊 文化 现代科技 真正的 我认识老板 就是一般 就都是这样 他们不 他们特别喜欢 有文化的人 因为他知的是 国家的洞鸟 他都养士 你看古代的不都是 孟商军吧 这些 你看到春秋战国 那故事里有的是 就现在经历的事 人们经历的事 在中国的远古 几千的历史当中 经历了无数次 包括西平这种人 他的结局是什么 也包括那些 就是有爱心的 奉献社会的人 对不对 要怎么司马迁 那个史记一开篇 不都讲了吧 自古富贵 而明美灭 不可胜机 是吧 唯有风流 倜躺人士 胜严 对不对 你讲的不就这件事吗 我要跟你讲 他这次打击黑社会 一大的动作 就社会上 他开始一场运动 什么运动 没钱了怎么办 你以黑社会的名义 抓民营企业家 我告诉你 这是很大的动作 当然他主要针对政敌 你比如说你湖南 比如周强 你要如果是和周强 关系好的企业家 倒霉 他就开始以黑社会 为民营盯着你 对吧 因为你这个企业里边 肯定有一些 在权战务 摸爬滚打 喝喝碰碰 你是找那个 社会上的人 从监狱释放的人 比如找小六的帮 你给钱要回来 一百万一倒霉 你习近平 这些嫡系们就盯住了 王小红就盯住了 开始抓 这些是归王小红管 更狠 你看波起来 在重庆打击黑社会的时候 略夺民营企业 两千亿 你看 他就是 他立了个账号 就是你这个墨数钱 应该是汇报 政法委的账号 他就2.7亿 你看那个 那个 这个 律师李酸 咱那个兄弟李酸 那李酸都有报道 对不对 到现在就 钱都成了什么打水票 包装虚构了 黑社会组织 640个黑社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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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起来这个年代 年代唱乎打黑 毁灭了中国民营企业家 当时我就讲 习近平上来 我那时候对习近平抱有幻想 他应该是频繁这些 远 带动经济发展 他没有听过 他继续打击 他只是把叫唱乎打黑改了 这个名叫扫黑除恶 这不扫更厉害了 是吧 这是共产党的本质 不再什么派系 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什么 就掠夺企业的财产 地主劳财产财产 你看以前 共产党不就是战山未亡 是吧 只不过那时候人们都穷啊 在山顶上 这个毛泽东那伙人 是不是 他一看 随家冒吹烟三次烟 乡下的农民家的冒三次烟 中午早上晚上 那时候人穷啊 吃不起饭 烧不起火的 有那家就是 就一顿饭 你要三顿饭 在冒大野 露出像喷喷的肉味 那是大地主 然后就派这个 共党 这些就是共匪呀 下山抓地主坡抓了 是吧 抓完以后 输人拿起来输 对不对 不就这套东西吗 所以他的本质就是 掠夺民营企业 他为什么叫共产集权 共产就是 你的也是我的 我的也是我的 你们所有的 他不成为私有财产 叫共产 对不对 你看他为什么搞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就是 国家的钱 这是国家的 美其民集体的 他不给老百姓 你看那个 集体这个国营企业 什么是分钱 分给那个工人 那工人钱就很少 就拿个工资 对不对 按道理讲 你既然是国营的 应该是每到年底 大家都分红 每个人都 效益好 应该分个几百万 是不是 你看茅台酒 那些好 他那职工能挣多少钱 也就拿工资呗 这用的贪管 你看茅台酒 抓了多了当官 你只要分配当 你当个党委书记 领导 你就会政法委 也不会这个国资委管 国资委管是谁管 现在不就是理 李炳君管 是不是 那习近平为什么叫 李炳君在那当省长 委书 那就从老干 那李炳君肯定 这酒再送给朱镕基喝 那习近平肯定告那老干 你们别闹了 闹啥闹 我叫炳君在那干 不就是为了你们喝点酒吗 是不是 当官当到一定程度 就是两件事 酒和色 酒是茅台 色是美女 就李威威这种 是不是 你看我给你们讲的 都是集中的本质 因为我对共产党 这体制太了解了 我就跟你讲 他这个就集政敌 警司这个就是跟着这些政敌们 混这些民营企业家又开始了 全国各地又开始扫黑了 是吧 连这个什么僧人都抓了 你看今天这篇文章非常长 讲他是 诱骗群众高价收购 所谓卫刚 法力价值的法器 到登山寺 禅寺做事 捐钱 捐物 供养卫刚 群吞寺庙的香火收入和捐赠款 用掠夺的巨额经济利益 投资性外失业的尸体 购买房产 林地 耕地 车辆资金 股票等资产不断发展 壮大 等等等等 通过有组织的实施诈骗 循性知识 巨众斗 放 冲击国家机关 比如说你维权运动 那些领军人物 他给你加了这个罪名 说你是黑社会 你看这开始了 这是很强烈的信号 今天的信号很明显 一个是不及了政敌 李维维周强的情妇抓了 一个是什么呢 对立派豢养的黑社会 就是那些企业家 抓了 将抓很多人 利用群众的宗教信仰 由组织实施 违法犯罪 历时十余年 你看算 十余年也包括习近平 可不是习近平 同志家的 你看这都是选择 选择性的反腐败 和打击这个黑社会 这都是法治 不健全造成 只有加拿大 这种社会政策 加拿大哪有这个事 加拿大你想当社会 黑社会 你当不了 估计也能有 但是你很难生存 你就是黑社会 你也在 法律给你 劝那个圈子里 你得小心谨慎 台湾也有 但老老实实 对不对 要不硬就抓 你就这么简单 司法又独立 中国不是 中国最大的黑社会 是共产党 共产党是 黑白两道 是吧 你看薄熙来 在重庆的时候 杀人 越货 放火 这不都是薄熙来干的吗 对不对 只是换了人 说 这是薄熙来的事 哪是薄熙来的事 那你薄熙来 为什么薄熙来 一抓 孙政才又抓了 是不是啊 你看这都是 大乎有这个骗局 是吧 这个是政治体制 刚才讲了一半 怎么叫共产集权呢 就是私有财产 他不成人 都是他 党产 所以他可以吃喝玩 国营鞋 他派个领导区就行了 说是国家 那不 那鞋老板 都是你自己说了算吗 一报销 一打着 发票 什么都能报 什么吃喝 嫖毒 按脚都可以报销 对不对 完了 集权是什么 是权力集中到 一个人手里 如果这个一个人聪明 你像人家那个 这个汪洋 他就不错 对不对 那当然好 你汪洋在重庆 就干得很好 最牛丁子户 这个 蓬水 是案 对不对 还有那个 不要感谢党 对不对 你看汪洋 这个 还有乌克事件 他就比较好 他权力高度 集中 一个人手里 如果这个人是个傻瓜 是个坏蛋 是个独裁统治者 像习近平这样吧 比中国一直搞了 几年的成果 所以什么叫 共产集权 这可怕 人家的民主社会 是什么 是分权制衡 就权力是分散 你看那个拜登 老老是下楼 你不下能行 你不下 民主党也不让 党内还有个竞选程序 你对立派更盯着 你看整天 那个川普就骂 拜登 拜登骂他 你赫金上 也骂川普 互相骂 这就对了 尤其是骂的过程当中 人民群众还能看得清清楚楚 权力在于选民 贵虏选民 你得讨好选民 这最好的政治制度 所以今天回到新华 是凤凰网 今天你可以看到相当大的动作 就是 就是这个 把击黑社会也开始了 刷贪官也开始了 给我的感觉 这个习近平现在准备了两手 冷战和热战 要是热战 他就靠今天这个退伍军 重新入伍 再次入伍给他当炮灰 美国 台湾 日本 菲律宾 如果冷战 他就可以镇压 对内镇压老百姓 哄这些退伍军人 你给我去镇压 是不是 因为中国这个军队 也不是独立的国防力量 是靠这个当官操控的 他利用这来维稳 准备这两张牌 今年充分体现出来了 但是 最终 令习近感到担忧 他就身体不行了 毛泽东也是这样 最后也不得不 撒手人寰 一死了以后 老婆叫人抓了 是吧 和习近平 吃一去 本人认为 你看今天 就算不是替身吧 就是他本人 你看那个老成啥样 对不对 他才比我大 那么一两岁 你看那个身心焦脆 肚驴盘晒 满脸皱纹 是吧 脸都变形 应该我认为还是他 我是替身 他应该还是他 是他 你看那个手 为什么给手给你们看 因为证明脑血算 就证证 脑血算手 就是这个手直的 不灵敏 对不对 比如说你一边生麻辣 我有个朋友就有这个病 就躺下了 在日本 那个治疗 就唯一的办法是针灸 就是中国传统的针灸 只有他能治 其他治不了 我就跟你讲 其他你就躺了 可伤口了 我告诉你 就新平那个手 今天的手 你看是他 就是他的小手 是吗 但是他 他已经是一个是 他病出于 另外那个身体 还是零零堪忧 所以才会出现 今天这些变化 等下一场 给你们 分享更多的 报道和评论 谢谢 再见